为了鼓励在逆境中 仍勇敢前行的弱势家庭 家福基金会举办 全国自强母亲表扬活动 来自全台22位自强母亲 齐聚一堂 这些妈妈有的要照顾 罹患喊病的孩子 甚至自己患有疾病 也要一肩扛起家计 希望透过表扬 用温暖的祝福 滋润他们生活中的甘苦 给予肯定 来自全台22位自强母亲 在众人的欢呼中 陆续进场 迎接母亲节 家福基金会 为了鼓励在逆境中 仍勇敢前行的弱势家庭 举办全国自强母亲表扬活动 我们是从26000户 辅助家庭当中 所领选出来的 他们每一位都有非常艰辛 而且奋斗 令人感动的故事 我们在22位当中 有7位本身 就是罹患重大的伤病 另外有超过半数的家庭 他其实家里面 有需要照顾生病 或者是身心障碍的 一些孩子们 我想这时候 整个过程是非常的 照顾过程非常辛苦的 披上肩带 上台领奖 每一份荣耀的背后 都藏着一段 你我难以想象的 艰辛与勇敢 总统蔡英文 也特别录制影片 现身祝福 22位自强母亲 让我们看见 22个感动人心的故事 有妈妈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 同时扛起家中的经济 是家人的胜利与超人 用温暖的祝福 滋润生活中的甘苦 这些妈妈有得要照顾罹患 罕见疾病的孩子 有些则是遭逢变故 面对种种困难 其中来自南加福中心的吴妈妈 自己罹患诸如症 却要一肩扛起家计 照顾三名子女和生病的丈夫 但她说为了家庭 一切都很值得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是不会 因为养这个家是值得的 因为既然老天爷 派这个任务给我 我就要辛辛苦苦的支撑下去 我的工作其实很忙碌 因为白天我要去照顾那些老人 然后晚上回家 就是小孩子的这一块照顾 不过幸好我的孩子都很 他们都很乖巧 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外面很累 所以他们会尽量去分担我的家务 让我可以轻松一点 我觉得我很骄傲 也是李老师帮我推荐的 真的要没有李老师 我那个我这孩子不知道要怎么 用自信的笑容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每位自强母亲们都精心打扮 画上红色唇膏 让气色亮起来 在照顾家庭之余 也懂得爱自己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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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